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做一期使徒传观念的第九十二集 这些年 政协只干了两件事 第一 帮助共产党夺权 第二 帮助共产党收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最近天朝在开所谓的一年一度的两会 本次两会是习大利确认独裁制中生制 以及恢复地制之后的一次团结胜利的大会 所以这帮所谓的政协委员 包括全国人大 都是语不经能死不休 严重暴露了智商的短板 和刷新了舔狗们的下限 我下面举几个政协委员 再拿出我们最著名的两个明星 一位是叶问师傅 所谓的英雄气概的武打明星曾子丹 还有一位是一代天骄 戴于侯周小平先生 我们最后再讲这两位 前面我讲四位政协委员 其中的三位是信狗开河 不知道在讲什么 反正就是想办法来帮助共产党洗你的血 只有一位政协委员可能说了一些人话 我希望他下一届也能当选 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第一个这个政协委员呢 是全国工商年常委丁左宏 他称退休后应实现休与不休的自由 不是逼迫老年人去工作 现在好多老年人的身体都很好 他们想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我们有什么理由剥夺 它体现个人价值 展示社会价值的权利呢 全国政协委员 民建 这个是民主建国会啊 八个花瓶党之一 广东省省委副主席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卢晓明 他说 随着人口老龄化 扫子化的后果 逐渐显现 渐竟是延迟退休 是一个必难的选择 基于期待社会理性的认知 他是想让矿渣们继续的发挥余热 只有一位政协委员可能说的是良心话 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锡成 他说 无论体制内外退休 后统一工资五千元 全民要实现免费医疗 这个呢 是向双鬼子宣战 这个提案呢 马上得到大部分人的反对 很多人都在阻止他的体验 因为他的体验涉及到在座在场 几乎所有人的特权者的力 切身力 我觉得呢 这位张其成是真的替年刀们考虑了 你们不要太狠 太狠的话 现中模式很快要到了 到时候火锅吃起来了可不管 只要身上有肉都有可能成为 两脚养火锅的敌要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张其成是帮党国解忧 但是我希望他下一届能够继续的连任 人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 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兴说了 他对双鬼子非常的满意 他的解释也是刷新我的智商跟认知 他说双鬼子其实是为了连政 让行政人员公务员在职不贪污 专心投入工作 必须要给他们更高更好的待遇 那我就问了 难道他那些贪污的全都是 韭菜 贪污的全都是 那些没有权职的人吗 那我问你 你抓了那么多贪污的人是什么人啊 请你告诉我 好吧 我就觉得这些政协委员除了刚才那位中医药大学的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刘齐成 张其成 其他的我觉得这也叫提案 这个简直叫 这也是一个所谓的十几亿人口的 因为他是政治上院 政协是上院 他的一种贵族意愿 就这种水平 我真的佩服 那么下面两位呢 就是我们今年的政治明星 一位是香港的武打小生 曾子谭先生 咱们知道他是因为出演了著名的爱国鸡血剧 叶问 然后 红变 天朝 因为叶问呢 叫了一个好徒弟 李小龙 李小龙是中国的鸡血的一个象征 因为 很多人鸡血 刘晓龙可以去打泰生 哪里在做梦呢 泰生讲得很清楚 我一拳就把李小龙打死 所以呢 叶问呢 不 曾子谭说错了 曾子谭投诚 叶问投诚 投诚共军 其实 没有那么多什么 什么情怀 什么 这个 这个 爱国的这种情绪 就是为了交易 是吧 党需要 狗腿自在铁 而曾子谭呢 确实他的人品也非常的烂 所以他比较适合这个位置 但他再适合呢 没有下面这位 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戴玉侯 周耀平先生 他可疯狂无限 在这个 这个什么人民大会的门口 拍照留恋 到处刷微博 太风光了 看了我都眼红了 共匪你要给我一个政学 全国政协委员 我也回头成 他给的提案呢 不是一个什么提案 是一封杀气腾腾的 投名状 你说组织洋人不喜欢吗 咱们听听啊 周耀平 提案三是 建议国家发布 台审分裂势力名单 黑名单 承接令 制裁支持台独的企业 后面是一大堆啊 他讲 领导人在谈到对台问题上 曾经有论述 在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 台胞不应该缺席 也一定不会缺席 显然没有祖国的完整统一 就谈不上正式开启复兴的新生成 这个是一个逻辑自换啊 他把这个没有关系的两件事 做成一个逻辑 这就是他们五毛的一个通用的手段啊 你要注意了 没有 谈不上 前提是一定要统一 才能伟大复兴 这是五毛的手段啊 因此 我提出了 推动祖国完成大业的四点建议 你看 戴于侯 仍成为风量大力 有他的过人之处啊 第一条是建议国家发布明确 台审分裂撕裂人物 撕裂人物的黑名单 呈建议 后面有一堆啊 将长期勾结外国敌对设立 干扰祖国统一大业 制造分裂出卖 机密掏空产业 至涉毒教材和出版物 和涉毒节目 实控核心人员 及涉毒资本实控人员 涉毒思想源头人员 涉毒实权政治人员 台导电诈产业同目 整治 整体 整理制作 台审分裂势力 黑名单并公布于众 后面呢 是热令黑名单的人 停止一切台独行动 公开渠道 公认自己的罪行 或主动投诚 到共区里面 交器官 诺这些人 迟迷不误 持续制造分裂 引发两岸冲突 那么我们将展开 对台特别行动期间 特别行动就是大地的武力攻台 任何人都可以将其逮捕 或击毙 你看啊 杀气腾腾 不仅不用承担任何的形式 责任 还能获得促进统一荣誉行长 这就是周待遇的底色 这个 狗腿子 待遇红王八蛋 他已经不是人了 我觉得 他跟那个笋毛中老后的郭沫洛 相比还差一点 跟那个 刁盘胡锡进比呢 还差一点 因为呢 他建的是没有边际的 就这样一个底色 就是现在代表 各位来帮助你 参政议政的 全国政协 那么下一个问题呢 我要讲一个理论的问题了 说实话 这个全国政协 开召开 已经召开了 75年 76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比共产党执政早 他在 40年代 中期就开始开了 45年 46年就有政协会议了 为什么 你要知道 政治协谈会议 是促进中共 执政上台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推手 如果当年没有 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 这种泛民主建制派 支持中共 可以说中共不是那么轻易的 就能够夺取大陆政权 在20世纪初期 左派思潮的影响下 泛民主派 先与共产党勾兑 给共产党 抬轿洗地 把他们抬进了 百平中南海 当毛泽东 垄断权力之后 这帮花瓶 又被毛泽东 过河拆桥 在反右河大饥荒中 被收拾干净 你要知道 我们听过一个地名 叫夹边沟 夹边沟呢 很多呢 都是给这边 右派准备的 而右派呢 其中一部分 除了北大的学生之外 一部分就是这些 所谓的政协的这些领导 各地政协的领导 全国有五大右派 国家级右派 最后没有平派 他们都是当时的民主党派的 主席或副主席 我把我的名字说一下 你可能都熟悉 张伯军 罗荣基 彭文印 楚安平 陈仁炳 其中楚安平 在57年反右期间 写的著名的 家天下 我都说错了 党天下 各位有印象吗 最后呢 人神秘失踪 文革的时候失踪的 所以呢 这个七十多年之后呢 当下的政协委员的构成呢 比当年更要魔幻 因为当年还是主要是知识分子 所谓的泛民主建制派 现在的政协委员是什么人啊 想象他了 演员 戏子 歌唱家 剑载机 大五毛 网络写手 段子手 此内容物 还有那些自负整化的 共产党吹出来的 要体现出他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那些标兵 还有那些装出来的道德楷模 他们的作用就是两个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第一 帮助共产党夺权上台提供合法性 这是他的历史作用 还有一个是当萨的 帮助权贵家族 现在就习大利家族 包括他的利益集团的核心 听他话的政治局的其他常委 敲骨吸髓 收割韭菜们 提供麻醉剂 请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 听他们提案 听得云云雾云 你都听七多年了 求求你行行可以吗 不要相信他们从菊花里放出的六花青 明白了没有 各位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做的一个短节目 史图长的第92期 政治协商会 他只干了两件事情 帮助共男党上台夺权 提供合法性 还有帮助权贵 敲骨吸髓 提供麻醉剂 好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也感谢您订阅我的频道 尤其是新频道 咱只有三百多个人 我真的是 心灰意人啊 真的 我都想去大陆投层的 不知道他们要不要我 请各位给给力 帮助传播 也顺便帮我有时间 工作的时候 帮我挂一个窗口 因为我现在没办法挂网告 饭都没着落 东蹭一顿 西蹭一顿 请各位给给力 真的 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宁愿向你们低头 也不能向光男老低头 求求你 让我晚节宝着 不人节操水雷地 不人健得像周耀平一样 什么人都舔 屁股上还有死 都去舔 好 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